哈囉,大家好 中央氣象署持續發布小雪颱風的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相信全台很多地方也都感受到了強勁的風勢 包含現在艾珍所在的工作室 也可以聽到一陣陣的風聲 那說到風力,不曉得各位有沒有實際上網查過 你所在地區的風力現在是幾級呢? 全台的風力分布狀況又是什麼情形? 今天艾珍就來跟大家分享 首先在畫面上看到的是中央氣象署的颱風警報 在畫面右側這邊就可以看到有個實際風力 底下去就會有一張風力圖 從中可以看到每個縣市的風力狀況 比如台中這邊顯示4G8 就代表平均風4級,陣風8級 但這個觀測點是指台中的氣象站 但一個台中市這麼大 各區的風速情況顯然也不幸相同 更何況地圖上還有三個灰色的縣市 由於沒有人工氣象站 所以上面就沒有顯示數值 但對於自動的風力觀測站 全台灣可是部署了上百個點了 那這些數據要在哪裡查呢? 我們回到氣象局的網頁 我們可以點選上方的天氣 可以看到在下面這邊就有一個風速觀測 或者說你如果是用Google搜尋 你也可以直接搜尋風速 往下滑動就可以找到中央氣象署的風速觀測頁面 點進來呢,各位就可以看到這個風速的報表 你可以選擇你的所在縣市 下面就是該縣市的所有風速站了 你可以看到一個台中市就有這麼多個測站 而每個測站每小時的風速數據就都顯示在上面 比如我想查南屯的風速 我可以在這個報表中直接搜尋 或者在上面這邊也可以直接選擇測站 這邊我就選取南屯 那就可以看到在晚上8點的時候 平均風是3級 而正風沒有觀測到 看樣子風力暫時變小了 但是上一個小時晚上7點中 就有觀測到8級的正風 甚至右邊這邊還可以看今日 或前兩日的最大情形 或者你可以點選上面前6小時資料 檢視稍早的數據 那如果說我今天是想看全台的情況 你也可以在縣市這邊選擇全部 這樣子就是全台所有風速觀測站的數據了 但是各位朋友覺得 這種報表的形式還是很不直觀 能不能像累積於亮圖一樣 用個地圖的方式來做呈現呢 很可惜不曉得為什麼 從過去的氣象局到現在的氣象署 我都沒有找到這樣子的風力圖 直到另一個單位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他們全新做了一個監測的網站 這個願望才終於被實現 我們現在就切到Google搜尋 請你打上NCDR 就是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英文縮寫 按下確定 這邊就可以看到有一個NCDR Watch 就是他的監測首頁了 點進來看呢 你可以看到有一大堆的監測項目 這裡面就整合了很多單位的圖資以及數據 欸這不就是愛珍從小想做的東西嗎 那時候我就想做一個網站 把各種的氣象圖資啊 空氣品質等等 彙整在一起 那現在這個網站已經幫我實現了 那回到影片正題 我們要查詢的是風速的資料 我們就往下滑動 看到右邊這邊 就有一個強風預警 我們點下去之後呢 就會進到他的這個強風預警頁面 我們稍微往下滑動 現在看到的這張圖 這不就是一個全台的一個風場圖嗎 這邊我們就可以看到每一個車站的風向 以及風速 也許你可能會說這太專業了 上面這一根一根代表幾級風 我看不懂 沒關係我們再繼續往下滑 這邊顯示的是最近兩小時的最大震風排行榜 看到這個蘭嶼呢 目前正遭受颱風核心的一個清洗 觀測到了每秒66.8公尺的震風 也就是大於最高的17級風了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 好這邊是最近24小時的排行榜 再往下 還有72小時的 繼續的往下 現在我們這邊看到的是風速震風監測 往下看到這個台灣地圖 跟這個圓圈的色塊 是不是就直觀很多了呢 我們稍微縮小一下頁面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圖例 0到6級風會用綠色的圈圈 7到9級風是黃色的 10級風以上是紅色的 而圈圈越大就是風速越強 然後右邊他也附上了排行榜 現在第一名是這個蘭嶼 而且你看滑鼠移到這邊的時候 他這個圈圈也會醒目的顯示 或者你移到地圖上面的任何一個圈圈 也可以看到這是哪一個風速側站 他的數值是多少 這個圖真的超級棒的 而且我們一眼就可以看出來 現在全台哪裡在刮風 像這邊我們可以看到整個西半部的沿海 特別是從台中一直到台南這邊的沿海 都有出現10級以上的強震風 那也就有達到這個停班停課的標準 那或者說像今天文化大學有宣布改成用遠距教學嘛 但我早上也有稍微看了一下 文化大學那邊的陣風是真的很強 所以改成遠距教學也是非常合理的 那如果覺得這個地圖太小 這邊有一個比例詞 我們可以點選更大的等級 比如說4 他就放的比較大了 像我現在可以拖曳 像這邊是台中 那我再來找南屯的側站 這西屯 這南屯 就可以看到陣風是每秒17.3米 甚至我們點選他的時候呢 我們在下方 還可以看到這個側站 過去的一個風速變化 就像剛剛氣象鼠的那個樣子 那這邊我們就可以看到他的陣風變化 跟平均風的變化 那這邊他也很貼心的把7級風 跟10級風的警戒線給標出來 我就可以看到有沒有達到這個停班停課的標準 那還沒完 在這張圖上面這邊呢 還可以看到他右邊還有一些選項可以選 比如說你想要更及時的資訊 我可以選擇一小時最大的一個風力情形 就可以看到 哇 藍羽又破紀錄了 測到每秒74.9米 這個18是大於17的意思啦 不然沒有18級風這種東西 真的是非常誇張 那或者說這邊也可以選擇 比如說我只要顯示 7級風以上的地區 他就會只把7級風的側站顯示出來 稍微縮小一點地圖 當然7級陣風可能是比較容易達到啦 我們這邊也可以改成平均風 他這個陣風 數字應該要設的高一點 那這邊我們就可以看到 平均風有達標7級以上呢 大概就是在西半部的台中 一直到台南的沿海 有蠻多側站都是有達標的 那右下角這個藍羽真的太誇張了 平均風就每秒49公尺 OK 這張圖就是今天 愛真主要想跟大家分享的啦 其實我過去做了一些那個 颱風的監測影片 也是引用的這張圖 就是每一個小時的一個風數 那在依美的更下方這邊呢 其實還有一個叫做 矽極風力預警 就是他預測出 未來24小時 全台各地的一個風力分布情形 那這邊我們一樣移到任何一個側站 他上面都會有數據 在下面這邊也可以看到 預測的一個數字 那或者說這邊 感覺側站太多 我們也可以選擇這個鄉陣預警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看到哪些鄉陣可能出現 平均風7級以上 或是陣風10級以上 一樣這邊的一些條件 都可以選 你看這邊有10級可以選而已 可是上面那個好像就只有7級可以選 OK 那就是這個NCDR的一個風力觀測頁面 那事實上我們剛剛在首頁這邊也可以看到他有 非常多的項目可以去看 他裡面都有 很多 蠻不錯的圖資 可以讓你一眼看清楚 像現在台風期間呢 他們這邊還有一個叫做台風監測 其實他也是匯整每一個部分的一些圖資 就是跟台風有關的東西 他都把他整合進來 像這邊有各國的這個路徑預測圖 然後下面有這個風場圖 甚至把這個Windy的風場圖也給遷入進來 下面是這個數值預報 然後再往下有雷達圖 跟這個風場 結合 那再往下這邊呢 可以看到他也把我們剛剛那個風場圖給整合進來了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那張圖 可是這邊他現在是不是有點故障 我記得在台風的意面他還會把 台風的路徑給劃上去 甚至那個預測的路徑的虛線也會劃在那個 地圖上面 就可以清楚看到現在 這個暴風圈 籠罩的區域 因為我現在效果看還是正常 現在好像不知道為什麼沒顯示出來 這個各位可以再去看看 那其實從這張圖我們可以看出 這次的颱風真的是 比前幾個都要有感很多 因為現在加上這個 東北風的一個加持 你看整個西半部的沿海 都是紅色的圈圈 代表是陣風有十幾以上的一個情形 那再往下 這是蘭嶼車站 這個風速真的是 非常的可怕 希望島上的人都可以安全 下面還整合了這個累積雨量 甚至是定量的降水預報 還有一些 強降雨的鄉鎮市井 或是淹水跟 吐石有的資訊 總之就是 裡面有非常多的圖資 大家有興趣其實可以去逛逛 裡面真的是 蠻多實用的資訊 它都是已經幫你 整合好了 而且都是用這種圖表的形式 非常的直觀 甚至你可以跟它做互動 滑鼠移到上面都會有相應的資訊 去做顯示 然後它也是一個動態的頁面 像這個頁面我把它放著不要動 它其實每10分鐘 也會自動的重新整理 來更新這個最新的數據 OK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來跟大家分享 如何直觀的查詢 全台的一個風力情況 你現在所在地的風力是幾集呢 跟你感受到的是否相符 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喔 我是愛蓁 感謝您的觀看